好,我們來看看如果餘餌不足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 經過碼油機的實際測驗 如果手機屬於關機的狀態 再去搭車感應鏡出戰的話 大家好,是碼油機 此篇要跟大家介紹 日本的西瓜卡APP到底要怎麼使用 首先你需要在手機裡面找到 名字叫做水卡 圖案是一隻企鵝拿著一張卡的樣子 然後把它宰下來弄到你的手機裡面 首先我們先來講西瓜卡APP到底要怎麼儲值 第一種方法是直接在APP上面加值 直接點這個畫面下方的按鈕 然後選擇你要加入的金額 然後照著你的手機的付款指示 進行付款之後 就可以直接在手機上面加值成功了 第二種方式是 找到車站附近的買票加值機台 然後再找到有寫著這幾個字的位置 才有辦法實體加值 然後以下是實際加值的方式 這邊要塑一個小小的注意事項 用手機擺進去的時候 一定要讓手機的上方保持在裡面的位置 這樣子它才會跑出訊息畫面讓你來加值 如果你是用手機的屁股放進去裡面的話 畫面就不會有任何反應 你在那邊看多久它都不會鳥你 第三種加值方式是 去找便利商店的店員 你只需要拿著手機過來櫃台 跟店員好好的泡杯茶交流交流 然後再把想要加值的金額擺在桌上送給它 它就會很開心的幫你的手機加值成功了 接下來我們說一下可以用在哪些地方 當你在日本逛街的時候 會看到各種大大小小的商店 不論是服飾店、雜貨店或是飲食店 只要它畫有這個圖示都可以使用 比較常會看到的地方有 每個車站都有的置物櫃 或是日本各種連鎖藥妝店 還有日本聖誕節最愛的肯德基 或者是小孩子最愛的麥當勞 還有午休時間可以出來偷懶的星巴克 再來麻油機表演一下實際的操作方式 如果是進出車站的話 只需要在這個位置感應一下就能順利通過了 如果你口渴想要用自動販賣機的話 它的身上就會寫得很清楚 可以使用哪些支付方式 在這裡要記得選擇寫著交通系的這個按鈕 然後先連選你想要的那個飲料 並且找到這個位置 然後記得要用手機的頭把它感應下去 你想要喝的水水就會從天而降了 再來就是商店的支付方式 欠缺了你去的商店可以支援西瓜卡 然後在櫃檯結帳的時候 店員就會請你在這邊給它感應一下 記得也要用手機的頭給它感應下去 最後要說一下使用手機西瓜卡的一些特殊情況 經過麻油機的實際測驗 如果手機屬於關機的狀態 再去搭車感應進出站的話 它就不會有任何反應 這時候問題就來了 如果你的手機是有電的狀態進入車站 然後要出車站的時候去沒有電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在日本的車站裡面洗洗睡了 為了避免麻煩 請讓自己的手機保持在有電的狀態會比較好 然後我們來看看 如果餘額不足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 如剛剛的畫面表示 餘額不足會很明顯的亮紅燈 這時候只需要退後幾步 然後去找到旁邊的夾子機台就可以了 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再見